老年人适度的玩手机有一定的好处 但是玩的时间过久了 会反而增加痴呆症的一些风险 因为我们大脑是很偷懒的 但面对一些消极的信息 比如说在刷一些短视频 快速的一个一个上去的时候 就会进入一种低功率的怠速的模式 那这种对于大脑刺激反而是不利的 但是现在很多老年人玩手机还是上瘾了 因为这些商家可能设计起来 比如搞一些小游戏啊 什么让你转个一毛两毛啊 就把老年人给深深的捆绑住了 所以本期也给大家几个关于戒手机的小技巧 在说技巧之前 再说几个长期玩手机对身体的坏处 除了大脑以外 当然最直接的还会对眼睛有害处 视力会有损伤 此外颈椎 很多老年人颈椎腰椎 都是长时间在那刷手机给刷坏掉的 还有就是睡眠质量下降 因为老年人的本身入睡是比较困难的 那睡前一直玩手机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 会导致入睡困难降低睡眠质量 而且很多老年人也不会调整手机上的一些提醒 白天可能六七点就呱呱呱呱 就被一些杂乱的信息给弄醒了 几个戒手机的技巧 第一点就是可以使用屏幕 使用时间这个功能 大概的看一下自己每天使用屏幕的时长是多长 如果说已经超过了四个小时 说明玩手机绝对是过度了 第二个就是可以关闭通知的提醒 在手机锁屏的时候把一些通知都给它关掉 在权限里面可以让自己的子女帮自己设计一下 第三个小技巧可以在手机的正中间 用一个皮筋稍微的给它卡一下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皮筋卡的你可能就会影响玩手机 但是这是一种决心 意思就是我不玩手机了 如果真要玩 我要把这个皮筋给拿下来 这是一种心理暗示 第四种就是可以使用一些传统的闹铃 尤其是早上起床 因为很多人早上一起床 是被手机闹铃操醒了 操醒之后就马上玩手机 以及晚上睡前 最好把手机放在远一点的桌子上 不要放在一醒来直接就能摸到的地方 如果你真的要玩手机 就玩好了上船去睡觉 然后以及早上醒过来 衣服穿好了再去玩手机 第五点就是设置一些手机进玩区 这个也是很好的技巧 比如说在厕所里面 就是规定不能玩手机 很多老年人比如说拉屎 或者说在那洗澡 在那玩手机 就会消耗掉40到50分钟的时间 这样子不畏声不说 此外长期蹲坑在那玩手机 也会增加自创的一些风险 第六点如果真的控制不住 那就使用老的诺基亚手机 或者把它分开 就是手机卡装在诺基亚里面 但是在家里有一个智能手机 智能手机就是你要看短视频 或者玩什么 玩好之后就放在家里 它只能连WiFi 不能够连4G网络 出门的话就带智能机就可以 这也是一种借除的方式 当然这些方法 我觉得对于年轻人来说 或者对一些大学生来说 也是有用的 好的 希望这期视频对大家有帮助 希望大家能够适度的玩手机 感谢观看